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辽宁省山西省四川省黑龙江浙江八月份广西壮祖甘肃也加入了这种演练 这让人很想起来2019年我们当时做节目就说年初就开始搞各种 后来到武汉9月份搞演习 后来新冠疫情爆发 是吧 这中共搞这玩意 很明显感觉又是新轮的投毒 是不是开始 你怎么看啊 阿尔先生分享一下 结合今天早晨的那个节目啊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事情 我真的是希望 首先第一就是不是真的 也不要被验证 对吧 因为因为因为经历过2020年那一次就很很多事情就没有一个人在想经历一遍 因为这种事情怎么说你不管是在中国国国内也好啊 还是你在就是说在在国外也好 这种事情你放到哪里就全部把你的生活全部打乱 然后这个让人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无比之烦你是吧 就碰到谁都碰到这种事情都会咬牙切齿 然后中共现在又来重新再来搞一遍 你这个你说这个日子还过不过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现在现在看来已经看得出来啊 就是说中共就 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 就是他挖空心思一蒙心思在搞这种 搞这种恶事 然后而且他搞的都都很那个不上台面下三路 你知道吗 他就去搞一点就是你 你认为已经完全已经是过时的 然后不会再有人去搞的那个东西 就完全超过人的那个底线 所以 结合这个事情 我希望就是说 很多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神经有名 就是说 敏感了 经过2020年那一次新冠爆发之前和之后的比较 你看就是说 中共他出牌又是一个同样的一个套路 那么 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 还是要赶紧要把想办法要把中共给干掉 不然的话这种事情会源源不断源源不断出来 你防不胜防 好好录的 这个我们再回顾一下啊 我们当时做节目也说了中共当时在宁夏 后来啊 在很多地方在武汉的演习之前就到处做各种演习 这都过了几年了 为什么还要搞这玩意 按照中共说吧 这新冠都已经成了普通症状了 是不是 但为啥还要这样 并且他不叫新冠 叫不明原因肺炎 就感觉好像他们还有新的病毒要爆发出来 要放出来 是不是 这结合啊 美国大选 接下来一系列事情啊 世界的这种局势 让人很担心啊 是不是这个逻辑 你在说一下猴豆的事 你怎么看今天这猴豆的问题 猴豆的事情就是那个嘛 就是呃 看来它是有针对性的 首先第一 你看呃 我们中国大陆地区呃 长大的人出生的人 你看都接种过那个牛豆的疫苗 然后我今天还特地问了一些台湾人 他们说 他们说呃 他们小时候也打呃 也接种过那个牛豆的疫苗 那么现在看来就是很 很简单 就是呃 都很多事情都印验证 对吧 其实不是台湾接受的是牛豆的 不是 不是那个天坛猪 是别的猪 两个不同的猪 台湾是台湾是一般应该是美国的什么猪 咱说的是中国人接受的是天坛猪 北京猪 还有苏联猪 猪不一样 对啊 中国大陆地区嘛 对不对 中国大陆地区接受的 我们小时候呃 反正我们只知道是种的什么牛豆 然后也不知道在你没有提出那个天坛猪概念之前 谁知道那个是什么猪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啊 对 他他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就是说是 好 就是有针对性 其实你看他可以针对什么 就是针对的呃 就是说非中国大陆地区的 就是像什么呃 欧美啊 对吧 然后非洲啊 因为非洲那种地方 他他本来就是卫生条件就很差 然后他这个东西 他一旦传播开来以后 他可以 他那个人员流动性又很大 而且很多地方像非洲什么 很多地方都是什么法国的殖民地啊 然后英国的殖民地啊 然后他可以 就是说这些人都自由往来 然后都可以立马进行扩散 呃 所以我觉得 因为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 在美呃 北美和欧洲经过疫情这一次肯定有所防范 呃 他 有些地方不容易下手 但是 非洲那种地方就 某些地方又是这种军阀割据混乱 就是说常年就 累月就混乱 再加上呃 印度啊 然后巴基斯坦这种地区 就是说 本来卫生条件就不好 所以 所以我觉得 中共选的那个下手的地方 这个其实他们是精心策划 然后很 算过的 都一步步算过 然后有讲究的 然后怎么样扩散 因为他这个病毒 他毕竟他不是呼吸道疾病 他要是通过身体的体液 呃 身体接触和体液 传播 那么那么你看 这个就是说 他传播速度不是那么快 而且在结合之前 我们讲的那个 呃 美国 美国好像是哪个州啊 我我我忘了 好像是德州 还不知道哪里 呃 一卡车的那个猴子翻翻车 这个事情就就后面就没有下文了 感觉也就不了了之 对不对 然后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有没有相关的部门 在暗中就是盯住这个事情 再加上 朱家贝之前在呃 那个叫什么地方呃 朱家贝的那个实验室 对 朱家贝的那个事情 你不得不说把几件事情所有联系在一起 你说你说这个是巧合吗 肯定不是巧合 好路德 对 还牵扯到朱家贝 这里也在 各种方面在准备着 是吧 中共 你现在美国啊 只发现啊 有没有发现别的实验室 咱们不知道 是不是啊 所以 对啊 他中共绝对啊 这个各方面都在搞事 这个准备啊 是不是 对啊 就他他所以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 他早晨起来就就想着怎么怎么灭媒 对吧 怎么样的时候把这个世界秩序搞乱 就就其他事情他不关心 就就一天到晚就就在想这个事情 对 结合猴斗 是吧 好 那个 乌克兰的事情你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新的什么 咱们的这两天节目之后 有没有新的一些想法 给大家分享一下 乌克兰 进入到俄罗斯的局势 乌克兰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今天猴斗的事情一出来 基本上已经盖过 因为而且乌克兰的事情 怎么说呢 就是目前来说 一切就是平稳推进 而且我在那个推特上面 看到有几个视频 人家也就俄罗斯的 好像应该是俄罗斯的博主吧 是自媒体的博主 然后再加上一些俄罗斯的外宣 想去采访 就是说做舆论引导 说问那些 就是说 库尔斯克地区的那些 普通民众说 那个乌克兰人有没有 来抢你们的电 对你们进行人身威胁 怎么样 就是说进行这种 诱导性的采访 然后想回去做成素材 然后帮俄罗斯 大外宣进行宣传 结果 碰了一鼻子灰 就是人家说 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们安安稳稳的过生活 该怎么样生活 就怎么样生活 对吧 然后他们军队也管 他们军队的事情 说没有一切都很好 然后这 这个事情就说明 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战术 是非常非常的有效 而且妥妥的把那个 普京的脸打的是 那个啪啪响 而且这个东西 我相信 如果说再一再继续 这样子进去 下去的话 普京的政权 我觉得他会立马崩溃 然后因为他 他要的就是 他心理崩溃 人设崩溃 他就完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关注点 但是现在 猴斗这个事情 突然爆出来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呢 大家应该也引起一个警觉 就是说 虽然说他没有像新冠这样 传播速度那么一下子快 但是你不注意的话 还是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这个事情 还是这句话 就防不胜防 你不把中共彻底搞死 他这种事情跟你源源不断的来 二路的 对 我看的是你今天说到这里 对 他网上有一个这个 然后我来说了 就是进军到俄罗斯啊 更正常的生活 老百姓该怎么过 怎么过啊 绝对不会干扰 不需要躲在地下室 不需要害怕被枪杀 强奸啊 把家里东西给抢走 你这就是关键 看没有 这就是关键 乌克兰接下来这一系列的举动 决定了说把他自由世界 能不能赢得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 这是关键啊 像前苏联二战之后 大量的现在已经爆出来了 大量的 是吧 然后到了占领区以后 就是超杀 烧杀抢却啊 当时整个东北都被他抢走了 是不是 掏空了 这些事啊 都验证了 就是因为中共是俄罗斯体系 苏联体系 是不是 延续下来的 就中共的这种邪恶 是吧 啊 他们所到之处带来的灾难 所以 就是我们一直说啊 中共老是说什么 怕战争 怕啥战争啊 战争 自由世界 你像乌克兰这次军事军事对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任何伤害的 啊 所以之前 对伊拉克什么 还有包括塔利班的那些中共到处旋转啊什么 战魂 那都是里面的恐怖分子搞起来的 真正的 乌克兰这就展现了 你只要啊 老百姓正常过日子 他都是精准打击 是吧 精准打击 并且就算你是士兵 你放下武器 一点事都没有 该过 该过日子 过日子 这是很重要的 否则 被中共的这什么 啊 中共天天你要和平 要和平 和平啥 美国这西方才是真正的和平 哪怕战争来了 你老百姓都没关系 你要知道在西方 以前欧洲啊 所有的战争都是歧视之间 贵族之间战争 普通老百姓 根本 没 根本不受影响的 我告诉大家 中共的叙事就是让你啊 怕怕啥 好像 因为他们是走到哪里 就把他们 把这种邪恶带到哪里 烧杀抢掠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对就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人啊 一直不被欧洲 接纳的原因 你看二战 苏联人干的这个事的那个德行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东北那块地区 要不是美国人有那个核武器威慑的话 那东北在二战以后就丢了 而且 另外一个说到猴头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 同时也可以验证就是 731部队 那个 那个啊 什么中共宣传的说 全部没了 资料已经没了 然后被731部队 自己在撤退之前 给 给毁掉了 或者是苏联人进去给毁掉了 其实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就不是 因为 因为我们很早之前就说了 那个 庄泽东 他第二任妻子 呃 就是 左左目方吉的女儿嘛 对不对 那个 731部队大左的女儿 那 那这帮子人 这帮子人 怎么会弄到中共手里面去 也不就苏联交给他们的嘛 对不对 然后 我可以讲 就是说 邪恶 轴心当 邪恶的人 他们看到 731部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绝对第一反应 他不会去销毁的 他会 他会去把它 作为一种 呃 遗产 哪怕我现在不用 我先留着 人我留着 资料我留着 然后最最多我两 呃 房子我给你炸了 那那值什么钱 对啊 他最值钱的东西 他就是 就是他的这些技术人员 和他的 之前的一些研究档案 他这个东西留下来 然后 传承给中共 然后 中共拿着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 研发的一个基础 你你研发你 你哪怕是从一张白纸开始 你也要有一个参考 有一个基础 他就用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基础 那你是 也验证了 我们之前说的 所以说 我第一次听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说 不会吧 不可能吧 而且 很讽刺的是 中共这两天 还在弄一个什么电影 这两天国内 呃 中国墙内 上演一个什么 731部队的什么 一个什么电影 就就号称 呃 就 就搞得他自己 就是说很正面一样 然后不跟这种邪恶为伍 然后抨击邪恶 他其实 你看暗戳戳 他 他731的那个 遗产统统从苏联那边搞过来 然后现在我做他用 对不对 路德 好了 是的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 结束 不要点赞分享 谢谢阿尔先生 再见